有反应 破门 灵敏的狗鼻子闻到味道 警方立刻知道这房间有状况 直接破门 果然冰狗 房间内就像是小型温室 充满了一盆盆的植栽 全是大麻 只是能找到潮溺地点 警犬马肯有很大功劳 铁皮仗库有小吃店 也有养子业 然后也有一些个人的工作室等等的 那这个整个联动的铁皮是非常大的范围 那我们就是桥庄路人去周遭绣纹 结果最后在这栋歇业小吃店的时候 警犬有明显的反应 这间位在台南新营的一处 邪业小吃店是一整排的联动铁皮屋 一开始警方只是利用大数据分析 锁定在附近 但还没有确切位置 因此桥庄城遛狗民众在附近勘察 结果警犬马肯 修到了大麻威 立刻确定这里有问题 不过嫌犯很狡猾 不仅用大量的包厢做掩护 还设计暗门 但也满不过马肯 这叫做标的 标的训练 标的 只要闻到夺品 马肯就会停下脚步 现场装箱测验 马肯只要一经过 就能立刻辨别出来 换位置也能精准做出判断 这次在西叶小吃店 找到了272株的大麻 还有干燥的大麻花成品等 总市值约800万元的毒品 马肯功不可没 让警方顺利逮捕到 41岁的真性嫌犯 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法办 TVBS新闻 五少龙留学高雄报道